今天做了椒盐花卷,颜值超高,真的很好吃 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,加入3克的酵母,15克的白糖 加入150克的清水,用筷子搅一搅 搅成续状,然后下手揉面 揉成一根软硬丝中光滑的面团 然后收圆盖上发酵,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再来准备两勺的玉米面粉,没有的话就用白面粉 加入一点食盐,再加这个蒜香椒盐粉,多撒一点 用烧开的热油泼一下,搅成这种稍微稠一点的油酥 发好的面团体积明显增大,里面有非常多的蜂窝孔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,把面团放上来 揉搓排气,揉回至原来的大小 然后收圆,撒一点面粉,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薄薄的长方形 擀好之后,再把油酥全部都放上来 用刮板涂抹均匀 从一头卷起来 卷好之后,整理一下 下面放两根筷子,用刀切成两指宽的斜段 切好之后,再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压好之后,再把形状给它整理一下 摆成一个圆圈,两头有多余的可以切一下 这样摆出来更好看 移到震动垫上面,整理一下,盖上发酵 二次发酵大概需要20-30分钟左右 发好之后,变得非常的松软 开火蒸,水开之后蒸15分钟 光火焖一分钟,开盖 我们的椒盐花卷就做好了 做好的花卷,上面可以点缀一点葱花 更好看,吃起来更加的香 这样做好的花卷,颜值超高 每一层都有浓浓的椒盐酱 吃起来真的是超级的香 打开,里面也是层次分明 喜欢的朋友,这个做法千万不要错过 感谢观看,我是阿宇,拜拜